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瑶瑶的作业好不好 瑶瑶这个练程式太极好像很相应很有感觉 那我先发现瑶瑶的作业 那我们先发现瑶瑶的作业 我先发现瑶瑶的作业 我先发现瑶瑶的作业 这里不要转的那么多 我稍微讲一下这里 就是说 这个 杨仪 就是说姚姚做的时候 他有点做到 几乎他接近到这里来了 就不用 原则上我们的陈志太极 他在做这一种叙事 的时候 叙事为什么叫叙事 我出去的时候是发放的 还没有出去之前 这个都是叙事 那么在叙事的过程中 不要绕到超过身体太远 原则上就是以你身体的 这一个范线维度 所以说当你这样差不多了 就不要到这里来 这里来就多了多余了 就是你身体如果是多了一些 不必要的凝转 那这个他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的话就是浪费 那我原则上就是说武术有个大原则 就是你每一个动作他都是必要的 都是绝对有效的 那如果是多余的浪费的 那他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方式 你再看一次 就在这里 就到这里就好 不要再不要再到过去了 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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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上步 那么网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大陆的这些选手们 他们做的时候 他是为了表演好看 他觉得说我在绕圈的过程中 好像就有美感 他们为了他们认为的美感 就把这个叙事的过程变成是像这样子 这些都是舞蹈性的思维 他们认为说好像在做体操 在做舞蹈 他们就忽略说武术最重视的其实是有效性 他没有效 没有效的运动 我怎么做他 这才是有效 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身体已经得到了必要的凌转叙事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就顺便讲观念 好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膝盖 膝盖 这个当然有可能是摄影机角度 的关系 但是还是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膝盖稍微压过了脚尖 要稍微留意 就是说宁可稍微站宽一点 你不要让膝盖压到超过脚尖 那如果你站的宽度只有这样子 那你要记得你宁可站高一点 千万不要让膝盖压过脚尖 好 你不解释 swab 像这个地方啊 你们平常练习的时候啊 因为初学者啊 我都会一动一动教 所以这个地方呢 停在这里也算移动 但是呢 如果你们自己练习的时候 你练顺了啊 就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停止啊 就养成习惯 到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过渡 然后直接就接了 就是这个位置不要停啊 不用特别停下来啊 他是为了初学方便确认你的路径 所以才停啊 那你确认之后就不要再停啊 嗯 好这个地方啊也是类似的原则 就是说 呃我们在这个 像这个地方是坡布嘛 你做坡布的时候啊 如果你的脚没有拉那么开 那你就不要蹲的那么低 那如果要蹲低 你的脚一定要拉的够开 要不然你的膝盖 就会承受太多的压力啊 就记得这个原则啊 坡布和坡布原则上都类似 那坡布的容许程度稍微大一个啊 坡布的话 因为他他其实他就是要压到这个程度 哈哈 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点超过小间 这个程度还可以容许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拉的够开 拉的够开才可以 好 这个运动的频率都蛮好的啊 这样练其实就就是会进步 这地方都是我刚刚讲一个类似的东西 我也再稍微强调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他起来的时候有点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 我的老师都会强调 这个时候手肘一定要坠 坠的意思是他往下降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手肘就是抬 抬得太高了 不要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抬到 不要抬到太高 记得这个时候是坠 那这养成一个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手肘下坠的情况之下啊 你的肩膀啊 瘦的力量是相对少 那么当你的肩能够放松 手肘能下坠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身体的力量 就是手的力量的运用啊 都会比较经济 就是用少的力量达到多的效果 所以这个地方原始上不抬啊 好 好 好 这个时候身体的结构性 我觉得很不错 所以还是有练到练到东西的 下面的手不要太直 手肘不要打太直 回弯 这个地方是公布 瑶瑶这里不是虚布 要大重心要稍微往前是公布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一摆布 二点滴 准备左手叼右手拉起 三的时候 三的时候 手脚踏出去 这个地方我也顺便说一下路径 我用正面 这个手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不是只有这样 它稍微靠近耳朵 稍微靠近耳朵的话 你的路径就会变成是 我以为向内的一个弧线 它不是直线 它是向内的弧线 好 我们讲到这 往这边拉开 你要注意 这个时候是公布 大公布 这地方画面上看是虚布 对不对 可能是忘记了 好 这个是表尖点地的钉字布 右脚要蹲下去 这个地方右脚太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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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原则都一样 尽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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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姚姚练这个拳 那个定势的时候停蛮久的 那你们平常练习 这样子练是很好的 就说它可以增加身体的稳定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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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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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如果你看肚脊的话 这个肚脊的方向要向正左方 那这个画面上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个单边呢 摇摇的这个肚脊还是向右前方 甚至有一点点像右方 对不对 画面上看起来有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你把那个腰胯再转一下啊 腰胯我比一下好了啊这样子 看啊这样子 对不对 很多人会打成这样子 你看哦 这样子 要这样子 你看肚脊在这里 肚脊对不对 如果这样的话呢 肚脊就变成斜向右前方 这样子要不对 是这样子 对吧 好 好 感谢观看 讲到这个我才突然想到 刚刚学长打的高碳码 打成了阳式的高碳码 刚刚没有注意到 我现在看到才想到 层次的高碳码是这样打的 阳式才是这样 刚刚学长在练习的时候 打成了阳家的 你看这个不爱运动的瑶瑶还可以练到这个程度 真不容易 这很认真在撑哦 很不错 很不错 那个身体的结构性真的不错 有很看得出来的进步 这个地方不要站直哦 还是要蹲着 这个地方 等一下 瑶瑶这个地方 他不是虚步啊 他自己就是一个公布 只是身体抛下去而已啊 你看你是到这里嘛 对不对 你登完了之后 然后先一个左褒膝 然后一个右褒膝 对不对 然后再往前呢 是点滴 这个时候你看这是一个大公布啊 你既然变成一个虚步啊 不对 大公布 前脚是趋的 大公布啊 好 这也是公布啊 也是公布啊 哈哈哈 把这里再稍微说一下啊 看这个这个地方啊 我往下打的时候 这个是基地锤嘛 基地锤的时候是大公布 他们翻身的时候还是大公布 前脚区 这里的大公布 左脚前驱 这里的大公布 右脚前驱 都是前脚区 没办啊 那这个地方因为二级嘴好像不太熟 我这个空间虽然也不太可以 但是我试试看啊 你们看啊 记得 锤完了以后 左手先来 不要着急 然后你准备好了以后 你就记得 你空间不够没关系 但你要记得这个节奏感 锤 手手拍 再看 记得这个节奏 好 左脚虎 这个地方左脚虎哦 它是虚布 这地方还是一样的虚布 有一点打成想公布的感觉了对不对 这里不用 这里还是虚布 回中报约 后部转身 正风腿 好 没关系啊 OK 正风腿完了之后 这个方向不对啊 方向应该是在往那个方向 瑶瑶要再记得多转90度 我把方向再比一次啊 你看哦 我们往这里打 吉地锤 翻身 T2起 这是正右方 对不对 回来之后 左打虎 还是正右方 右打虎 还是正右方 怀中报月 对同一个方向 然后来看哦 旋风腿回来 旋风腿 因为我刚刚是这样子啊 我在踢之前 我是先把我的右脚伸出去内扣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其实已经开始转到这个方向来了 可以吗 刚刚是正右方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已经转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说旋风腿是不是踢180 踢360度 对不对 360度 左脚起 右脚起 回来还是这里哦 所以角度是这里 不是那里 这个角度 那这样子踢完之后啊 我 双风贯耳 还是往这个方向 正前方 然后才灯啊 那这样角度不够啊 还要再转的样子 我这样看有没有错误 因为这个是监控 监控节鞋的 我怕我的视觉会有误差 我刚刚这样讲 这样记得吗 姚姚这样讲可以吗 继续往正右打 您老师一个问题 您说 那个怀中抱月以后 不是要做旋风腿吗 那那个右脚 右脚只是扣脚回来 还是有动 有望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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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稍微移动一下 所以我说是伸出去嘛 是伸出去 好像转90度左右 也不是说转90度了 因为就是他的横踩 应该算是横踩 转90度好像是原地转 他不是 他是往前伸出去横踩 往伸出去对 对对对 伸出去 谢谢 那可以吗 好 那这样子OK的话 我们就继续看哦 对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小的地方 这个你不改 其实没有说很严重 那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 呃 很多人在打拳的时候啊 要稍微注意 就这个地方一定要是这样子 他不要这样子 像刚刚这个这个拳打出去的时候啊 下意识的会有拳会有一点点这样子 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有一点点这样子 就是那个拳啊 不要不要有这个习惯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让他这一面是平的 拳背对面啊 跟我的手臂是平的啊 好 好 这个地方哦 他不是虚步 他是脚尖点地 钉字步 脚尖点地的钉字步跟虚步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他重心位置不同啊 然后那个前脚的那个结构不同啊 我比一下啊 刚刚这个是千斤坠地嘛 千斤坠地 哦 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啊 侧面看是这样子 啊 他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我用手笔的话啊 他千斤坠地的脚是钉字步 他的脚尖是这样子点地 那 如果是虚步的话 他是伸出去的 好 现在的摇摇画面上 画面上打的 他就是伸出去的虚步 那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是这样子点地 这是尖尖最低 对 好 好 快打完了哦 好 老师 请说 老师为什么您这个动作啊 你说是全心向下 可是我们是全心不是向上吗 全背全背全背 全背向下 对对对对对对 他想打完了 好 可以吗 那很感谢瑶瑶交作业 因为正好在我们暂停了一个多月之后 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整个招式 尽量的比较细腻的看一遍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今天教一下下面的这个动作 他刚刚打完之后 是往这个方向的连手弓锤 对不对 好 这个连手弓锤打完了之后 他下一动比较特别 没有学过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右手回抽 左手前顶 这样看 右手回抽 左手前顶 这样看 右手回抽 左手前顶 那么回抽 我这个角度可以吗 这个角度可能比较清楚 右手回抽 左手前顶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弧线运动 你看 神态力都是弧线 对不对 弧线到这里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比较左脚 要跟着动 我刚刚只说了手 没说脚 现在把脚放上去 右脚往前踩 要超过左脚 右脚本来是在后面 对不对 现在往前踩 超过左脚 然后在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地方 右手回抽 左手前顶 完了之后呢 左脚也上一步 可以吗 右脚接着再上一步 那个时候右手呢 穿出去 穿出去 这个角度 这样 好 那我连起来做一次好了 分解动作 有时候看有点糊涂 来 一 二 三 三 三个动作 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 一 二 我们一跟二就原则在以脚步为主 然后三 说话难切 我们用脚来切 用脚当分段点 再看一次 右脚拉开 右脚上步 二 右脚上步 左脚上步 三 右脚上步 这叫做小勤打 好 可以吗 我们再一次 右脚拉开 二 左脚 三 再一次 好 因为小勤打 刚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不是 小伯母 你这样真的大家反而会看不清楚 我们就没有作用了 来 稍微一点点 来 我们看这样子 刚刚不是说 我们把那个严手攻准到这里吗 那我们现在 既然我们刚刚说右手回拉 对不对 左手前顶 对不对 那么这个回拉的目的 你看左手前顶 变成这样子 右手回拉的目的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攻击他的意下 所以 小勤 他有一个勤拿 又有一个攻击 这样 好 谢谢 这样看应该有比较清楚了 好 老师 请说 为什么不用拳头打 他变化 他变化 因为 这里这里是很脆弱的 其实用手指头也可以 但他就是变化 因为用手掌是这样子 他不是说一定 一定要用手掌 用拳头当然也可以 手掌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变化比较灵活 他随时可以 你不一定很顺利的可以戳到 如果戳到了当然也受伤 但如果没有戳到的话 你的手掌随时又可以反装住对方的手 他变化的空间稍微大一点 这样可以吧 这是小勤打 来 我们再比一次 准备 我记得刚刚我拨了那只手 对不对 那手被我拉回来了 对不对 好 2 上左脚 3 上右脚 那么多几次 准备 刚刚说1是这样对不对 2 上左脚 3 上右脚 可以吗 再次 2 上左脚 好 3 这个手就这样降下来有点弧度 然后往前插出去 这是小心的 对吧 好 我们接下来这个动作 不是很困难 但也是新的 我其实应该是要往这里打才对 如果按照我刚刚二脚腿旋风腿 天天坠地打完照严手风腿 我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么1是这样对不对 2是这样 3是这样对不对 我用这个角度比一下 好 下面这个动作叫做抱头推三 1 就像你那个 军训课里面学到的向后转一样 向后转第一件事情是不是 右脚要向后退 这个时候向后退 脚尖点地就好 2的时候转过来 以脚跟围走转回来 然后把你的双手自然放开绕弧 靠近耳朵 上大功夫往前推 大概长这样 就是往前推 他手有一高一低 右手高左手低 拉起来往前推 从小转打开始 这个是右手攻锤 1的时候横踩 右脚上步横踩 右手回拉 左手顶 可以吗学长 你要跟上 再一次 以你的速度为基准 一 右脚上步 可以吗 左手回拉 二的时候左脚也上步 右手往下降 往下降 降到大约肋部的位置 三的时候右脚又往前进 右手插出去 地掌踏出去 就跟严手勾腿有点像 但是 变成手指 这样可以吗 好 我们再一次 准备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三 抱头推三 一 点地 六脚往后退 点地 二 二 左脚跟为轴 旋转 180度 双手抱起 靠近耳朵 上大功夫 推出 暴徒推三 好 我们就先练这两动 好 准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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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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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二 三 抱头推三 一 二 三 抱头推三 一 二 三 下面这一动 就是你的右脚跟你的手往斜前方动一点点 比如说刚刚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正右方对不对 斜前方动一点点 动一点点干什么呢 右脚就只是踩地而已 那么双手呢 往前一扑 抓住了对方之后 回来 抱虎归山 学过的 有吧 接下来还是一样 又是一个单边 也是学过的 我们就加这两个 已经会了 刚刚两个新的 两个旧的 我们来再一次 准备 好 一 二 三 好 一 二 脚跟为轴 旋转身体180度 靠近耳朵 三 推 一 接下来抱虎归山 一 打手 二 三 三 三 一 点一 好 可以吗 两个新的两个旧的 那我们再一次 摆一杯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六 三 一 可以吗 我们再一次 1 2 3 1 2 3 1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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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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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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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7 8 9 5 6 6 7 7 8 7 7 8 8 8 9 9 8 8 9 9 10 9 9 9 一 波 二 波 对吧 就是两个手多这么一个波 那你们还记得我们这个启示金刚导队吗 对不对 金刚导队是不是波 然后起拿 推打 对不对 把好几个动作加在一起 那么现在就只有取前面那个波 一 二 三的时候重心 刚刚我就是这个地方重心没有做回来 三的时候重心做回右脚 做回右脚的时候左脚伸出去 左手前推 那么右手呢 做这个动作向后勾 我们再做一次哦 连起来 预备 好 波 二 拨 拨 三 做动心 左推右勾 再一次哦 再一次哦 一拨 二 三 好了,今天就交前招,不要再交後招 就交到這 老師可以過來做一次嗎?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 剛剛這樣子對不對 好,來,預備 1 2 3 再一次喔 OK 1 2 3 可以嗎? 那我回來再做一次喔 1 2 3 1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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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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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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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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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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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7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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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感谢观看